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7号宣布将与波音公司一道继续对波音星际客机飞船推进系统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 美东时间28号下午他们还将就星际客机的最新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 因为技术问题波音公司星际客机飞船搭载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返回地球的行程一再推迟 飞船最终返地日期迟迟未定 波音星际客机飞船本月5号写两名美国宇航员巴里威尔默尔与苏尼威廉姆斯升空 执行首次载人试飞任务 作为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获得常规商业航天任务试飞认证的最后步骤 飞船6号抵达国际空间站 然而好景不长 飞船原本计划14号脱离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 但后来遭遇推进器故障等问题 返回时间几度推迟 至今没有确切日期 另据路透社原影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 飞船下一个返回时间预计在7月6号 这意味着原定8天的任务将持续一个月之久 据了解 星际客机2019年以来执行过两次无人试飞 这次载人试飞任务期间出现五次推进器故障 五次氦气泄漏 一次推进器控制阀门运行不良问题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波音公司不得不进行更多测试 以确认问题得到解决 美国华盛顿邮报25号直言 技术问题导致的反地推迟 以及波音公司能否克服这些问题 不仅反映了星际客机计划未来的高风险 也反映了波音公司进军太空的高风险 波音公司迫切需要证明 它能够让宇航员安全飞行 并克服种种困扰航天器 以及该公司商业航空部门的技术挑战 优优独播剧场上